新的薪水 會等於 原本的薪水 再加上什麼東西 你有調整過後的薪水 是你本來的薪水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原本的薪水 乘上多少 這應該國中有學過吧 這種概念 來 寫一下 再加上原本的薪水 乘上多少 百分之六十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喔 你這個加薪百分之六十 他的計算的基準是誰 是你原本的薪水 那個原本的薪水 現在是多少錢 是一百塊錢 知道這個意思嗎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把原本的薪水把它提出來 好 如果你把它提出來 你告訴我 這個就出現剛才同學講的 提出來之後 這邊變成一加上多少 一加上百分之六十 就是把它乘上多少 乘上一點六對不對 乘上一點六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問你喔 Q仔一月份的薪水一百元 一百元有點奇怪 像一百萬好不好 一百元 好 二月加薪百分之六十 老闆說 這一月表現不錯 二月我決定給你加薪百分之六十 請問你 這時候二月他的薪水是多少錢 講話 多少錢 一百六十元 這有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吧 這應該到目前為止 這個班不會有任何人有問題 對不對 對吧 好 好 可是呢 這個時候又一個問題 給你加薪百分之六十 結果他就開始偷懶 就開始打入摸魚 老闆要看你二月的績效不好 決定怎麼樣 哎呀 到了三月份的時候 我要控你薪水啊 減薪啊 三月份要減薪 要減少你的薪水 好 然後老闆說 我二月幫你加百分之六十的薪水 三月喔 我要控你百分之六十的薪水 來 減薪百分之六十 好 那這時候再問一個問題 此時 Q仔的薪水 的薪水 是 多少錢呢 然後頂童可以把這個寫完之後 把那個典薪百分之六十 把那個典薪百分之六十 把它控起來 對嗎 好 三月份 扣你百分之六十的薪水 對嗎 你一月薪水是一百塊 看你剛開始進來 表現不錯 二月給你加薪百分之六十 二月你就頂一百六十塊 對 二月你就頂一百六 啊 到了三月喔 發現說你這二月喔 開始表現不好 扣你薪水百分之六十 然後我現在要問的問題就是 欸 那他三月的薪水是多少錢呢 我現在要問你喔 如果是扣百分之六十的話 這邊應該不是一加零點 一加百分之六十 這邊應該是什麼 一減百分之六十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問你一件事情喔 你知道這一格要填多少嗎 應該是一百六十 乘上多少 一減零點多大 0.6 所以變成一百六十 乘上多少 0.4 請問你 一百六十乘上0.4是多少 六十四塊錢 欸 所以 Q仔好可憐喔 到了三月的時候 他的薪水竟然只剩下六十四元 你先把它寫上去 然後我就要開始講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來 你先寫 這是個很簡單的故事 但是從這個故事你要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來 你要把它寫上去 這故事很重要喔 因為這個學測喔 只考過不止一次 考過很多次 都有學生觀念不清楚 所以每次都會中標這樣子 就是他就觀念不清楚 然後就常常就落入信心 這個其實 就是很生活化的一個問題 來 你把這個故事寫上去喔 這個很簡單的故事喔 記得你高中老師有講過 你猜我要問什麼問題 有同學會覺得說 欸 老師 加薪百分之六十 然後再減薪百分之六十 成長百分之六十 再衰退百分之六十 阿不是會互相扯平嗎 對不對 不是應該會互相扯平 最後他的薪水應該要回到原來的水準 叫做一百塊阿 阿怎麼加薪百分之六十 阿再扣百分之六十的薪水 結果我的薪水比我一開始一百塊還要低 剩下六十四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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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解釋 為什麼 為什麼 誰解釋 你解釋 為什麼 對啊 幫你加百分之六十的薪水 阿下個月表現不好 扣你百分之六十 有人會想說 欸 加百分之六十 再扣百分之六十 那我薪水應該會跟我一開始一樣阿 應該是一百塊吧 那怎麼剩六十四塊 為什麼 大家為什麼 為什麼 關鍵阿 這其實很簡單 那是關鍵在哪裡 請說 實習哥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會互相扯平 不是應該扯平嗎 對不對 成長百分之六十 衰退百分之六十 不是應該扯平嗎 最後就是什麼都沒有阿 要回到原來的水準阿 可是為什麼回不去了呢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你在加薪跟緊薪的時候 中學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的新的薪水 事實上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你原本的薪水有關 這樣可以嗎 你把這個原本的薪水給他框起來 跟你的原本的薪水有關 好不好 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你加薪百分之六十 這個時候你的原本的薪水是多少錢 講話 這個時候你的原本的薪水是一百塊 可是當你要減薪百分之六十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原本的薪水是多少錢 是一百六十塊喔 是一百六十塊 換句話講 為什麼回不到原本的水準 因為他計算的基準不一樣 聽懂這個意思嗎 他是不會扯平的 你把這個結論寫在旁邊 這樣可以嗎 我想想看喔 嗯 來 不會扯平 有些同學會以為扯平 來不會扯平 因為 因為 計算的基準不一樣 好 來 這句話寫在客門空白的地方 不會扯平 這樣可以嗎 我等你喔 這邊我會講慢一點 因為 集合平衡數 就是個比較重要的 所以你看這邊喔 他加薪加百分之六十對不對 他是用一百塊去加你的 那百分之六十 可是他要扣你的什麼 百分之六十 就是要減薪的時候 他是用一百六十塊去扣的喔 就是你懂嗎 那個計算的基準不一樣 所以 最後這個結果是不會扯平 然後 我現在跟同學講喔 來 這個東西是這樣喔 本來你的薪水是一百塊對不對 好 請問你喔 加薪百分之六十 所以乘上多少 乘上一點六 然後 到了下個月 再減薪百分之六十 所以乘上多少 乘上0.4 對不對 欸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吧 Q仔 一開始薪水一百塊 經過一個月是一百六 再經過一個月之後 再把它乘以0.4 是不是最後就剩六十四塊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哎呀 原來他的薪水是衰退的對不對 欸 那到底他平均每個月 他被減薪了多少%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寫喔 你就寫一百 乘上1加上x%來的平方 跟著我寫啊 這個東西你要注意喔 這個x就是一個平均的一個成長率 這樣聽懂嗎 來這個x你寫一下 這個x我們稱為叫做什麼 平均成長率 當然在我們這個題目裡面喔 我們現在這個x是負的對不對 因為你經過兩個月之後 你的薪水事實上是減少的 我只是要去算這兩個月 平均每個月你減少的那個%是幾% 我想知道這個平均的概念 我想知道你平均一個月少幾% 懂這個意思嗎 懂齁 好 那你說老師 這個x要怎麼算 那很簡單啊 來你看我這邊 這邊有100 這邊有100 然後怎麼樣 兩邊把它消掉 然後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1加x% 來看我這邊喔 1加上x% 它其實就會是誰呢 來把它開根號 叫做根號的 來1.6 再乘上0.4 可以齁 然後這邊有個1 再移過去 那這邊有個1 再移過去 所以這邊就會得到 x% 就會等於 根號的 1.6 乘0.4 然後再怎麼樣 減1 我們課本在那個第136頁 其實它就是在講這個故事 我用一個Q仔的故事幫你包裝起來 它的核心概念就是這個東西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同學你看喔 欸你看我這邊 1.6 乘0.4 是多少 0.多少 0. 0. 然後跟我不講話 0.多少 0.64 再減1 對不對 來請問你 0.64 開根號是誰 0.8 0.8 再減1 告訴我是負的多少 0.2 負0.2 請問你是負的幾% 20% 換句話講 請問你 Q仔這兩個月 他平均每個月 被扣多少先生 扣2% 他扣20%的先生 每個月都扣20% 對不對 經過兩個月之後 他就升64塊錢 懂我在講什麼 知道 這我盡量講的很簡單啊 上面聽懂嗎 然後最後我離開這個問題之前喔 跟我們班同學談一件事情 請問你喔 先幫你漲薪水 再幫你扣薪水 跟先幫你扣薪水 先乘0.4 再幫你漲薪水 乘上1.6 你覺得出來的結果會不會一樣 如果一開始都是100塊的話 你覺得 你把這個1.6跟0.4的順序把它交換 最後的結果都是多少 都是64塊錢 你告訴我們從這裡 你得到什麼概念 先幫你加薪60% 再減薪60% 你的薪水事實上是降低的 剩下64塊 可是如果他反過來 他覺得說 一開始我先幫你扣60%的薪水 對不對 然後後來再幫你加60%的薪水 求你結果會不會改變 不會 你的薪水還是64塊 簡單來講 先加薪再減薪 跟先減薪再加薪 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結論是相同的 這樣聽懂嗎 懂不懂啊 你不能理解啊 對不對 可以嗎 哇 好啦 這個要想一下 這其實有一點點難 我們來看下面的題目 然後趕快把這個東西跟他說再見 我們看一下喔 下面是不是有個水堂練習 我們直接來做水堂練習 那個137月下面有水堂練習 他說 國際的原油價格 連續三年的年平均漲幅是20% 把它畫起來 把它畫起來 每年都漲20%喔 這樣搞不定 可以齁 OK 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假設一開始原油的價格是A 每一年都增加20 都成長20%嘛 所以就是都要乘上1加20% 來請問你是幾次方 三次方 你是不是要乘三次 每經過一年就要乘1.2 就要乘1.2 就要乘1.2 你總共要乘3次1.2 因為你每一年都漲20% 所以一開始的價格如果是A 經過三年之後 你要乘上1.2的三次方 這有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然後他跟你說 其實第一年齁 第一年這個油價是跌了幾% 是跌了10% 所以第一年應該是乘上1減掉多少 10% 剛才講的是三年的平均嘛 三年的平均 是成長20% 但是他跟你說 其實我第一年油價是跌的 跌10% 然後第二年呢 是漲的 漲多少 漲20% 1加20% 然後他就問你一件事情喔 他說 那請問你第三年的漲跌幅是多少 那第三年的漲跌幅 你就這樣寫 你就寫1加上什麼東西 x的percent 他的目的就是要問你這個x是誰 對吧 這個x到底是正的還是負的 對吧 三年的平均 每年是成長20% 第一年是衰退 第二年是成長 第三年到底是成長還是衰退 是幾% 他考試就要你算這個東西 這樣會嗎 然後 我覺得我們班同學應該可以這樣做 考試這一題怎麼做 這個A 這邊A怎麼樣 約掉 然後請問你 1加20%的3次方 這個寫出來就是1.2的幾次方 3次方 會等於1-10% 這個是誰 0.9 再乘上 來 1加20% 這個是多上 1.2 然後再乘上 來這裡是1加xpercent 我這樣寫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然後現在同學可以幫我算一下 1.2 跟這個1.2的三次方 約掉 這裡變平方 1.2的平方 再除以0.9 你幫我算一下 這個1加xpercent 幫我算一下 1.2的平方 再除以0.9 是多少 1 成軍會不要睡著 我要來去睡覺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欸 多少多少 1.6 好那請問同學 1.6那就代表這個x是多少 60啊 對不對 他是不是這1加60%嘛 就1.6 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請問你最後你的答案要怎麼寫 欸你最後的答案要怎麼寫 你最後的答案要回答 在第三年你的油價是漲還是跌 是漲 漲幾% 60% 我把它寫上去 油價在第三年要漲60% 這樣子我平均每一年才會漲20% 懂這個意思嗎 懂不懂 懂不懂 知道我講什麼 可以嗎 可以喔 這很簡單喔 你一定要注意喔 這個大考很喜歡考這個概念啊 加薪60